等到楚阳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一看之下不由他吓了一大跳 这空间里面的灵气居然已经稀薄得很非常的可怜了 貌似就只剩下最核心位置上留有一团白雾 笼罩着一个隐约的水池 其他的遍布上空的灵气竟然点滴全无 怎么会这样 出了什么变故 楚阳瞪大了眼睛满眼的不能置信 实打实的匪夷所思 一转头正看到紫邪情无语的瞪着他 咋的了 咋的了 你还敢问我咋的了 紫邪情气不大一处来 你把这片地方全部都给吸光了 你跟我说到底咋的了 我 楚阳指着自己鼻子 我有那么厉害吗 紫邪情无语的点点头 满脸的诧异 这些东西本就是他为楚阳留着的 就算全吸干了也没什么所谓 可现在的问题却是 他怎么能吸收的这么快 这也快得太离谱了吧 楚阳这次也大惑不得其解 我要是有这样的吸收能力 那我岂不早就天下无敌了 可这次究竟是咋回事呢 神识瞬间进入纠结空间一看 只见剑灵已经笑歪了嘴巴 太爽了 居然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好地方 这一下子 咱们纠结空间可算是真正打成了 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小世界了 楚阳无语的看着剑灵 外面的变化是你弄的 那些灵气都是你吸进来的 这是当然了 剑灵理直气壮地说的 遇到这种好事啊 还不抓紧时间全都狂吸进来啊 难道等到他日便宜了别人呢 不 可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还要在这里练功啊 你这时候可倒好了 直接全都吸走了 这算怎么个说法啊 这么个练功宝地岂不是废了 就算九星聚气之所性质特殊 又能重聚灵气 可是想要重聚灵气所需费时啊 每个几万年的光景肯定是恢复无望 你说你这干的叫什么呀你 剑灵全然不以为然地说 我看了什么 我干的是正经事儿 只要有了咱们的九节空间嘛 还用得着这种地方啊 现在的九节空间已然大成 里面的灵气啊 比起外面这个地方也差不了多少 而且是无穷无尽的 永远不会动摇本源 哪会像这里啊 有如无本之墓啊 一旦用尽 就得需要花费许多时光重聚灵气啊 费时费力 弊端多多 你们两个直接到九节空间里来练功 效果相差不远 而且永远不需要担心灵气用尽之日 岂不比在外面舒服得多呀 昔日 愚者买毒还珠 一笑千载 你万为九节建筑 竟效法于人吗 楚阳听了 目光一亮 对呀 到九节空间里练功 岂不是更好啊 而且还不用担心被人打搅 此地纵然隐秘 也总比不上九节空间吧 楚阳接着就突然想起 另外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或者政客借助此地 将铁补添他们的事 在这里完全的圆满解决 正是一举两得恰如其分 想到这里 急忙跟紫邪情将各种情有解释了一下 紫邪情得知此间变故 乃是九节空间所为 顿时也就放心了 说起来 紫邪情原本的不放心 其实跟灵气消失与否 关系实在不大 自始至终 他真正担心的 只是楚阳会不会被这庞大的灵气 称暴而已 此刻得知缘由 自然也就安心 至于楚阳之后要做什么 他根本不会在意 只会极力地配合 两人一起走进九星聚气之所的核心位置 只见在核心的位置处 竟然有一个小小的水潭 水潭里面全都是那种金色的液体 粘稠之极 而且由此不断地散发出最为纯正的天地能量 相比之前那些灵气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东西 楚阳吸了口气 这竟然是最纯粹的金精玉业 紫邪情也看着这里 大地只有百师滴的金精玉业 有些呆呆出神 这里的金精玉业虽然数量不多 但只要一滴 就能够发挥出极其强大的功效 就算楚阳两人现在的修为 纵然将本身修为功力 消耗到极致 游进灯窟之境 但至多只需要一滴 就能完全补回所有消耗掉的修为 甚至还有相当的富裕 这等宝物还不快收啊 紫邪情急忙催促 二话不说 楚阳伸出手去 在手指尖接触到金精玉业的一瞬间 那金精玉业 已经被电灵尽数吸入九节空间之内 留下一滴在这里 不要何则而鱼 楚阳赶忙说了一句 终于留下一滴以为根本 孤零零的在水池中打滚 却物资散发着灿烂的惊慌 游而不灭 要是真的将这全部拿走 这里的风水虽然还不止于全部破坏掉 但想要恢复到现在的规模 千八百万年的也未必能够啊 但只要留下一滴在这 以为根源基础 就会大大缩短这个重新积累的过程 或者只需要几十万年时间 就可以又有这么一尺了 做人不能太过 斩草除根的事情 适用于深仇大恨 却不适宜于这种天地灵宝之地 合则而鱼 无疑是最愚蠢的做法 子邪情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赞许的忘了楚阳一眼 若是将金晶玉叶 完全当作瞬间恢复修为的灵妖 未免太浪费了些 我看还是先用它们 改善提升生命之权吧 剑灵的声音从九节空间传来 只要加生命之权 再提升一个档次 然后用以滋养九大灵妖 以及九节空间 那么以后 每一滴生命之权 都能够入药超级九重丹了 换言之 量产超级九重丹 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真的 楚阳有些惊喜 这还假得了啊 眼下有了这些金晶玉叶啊 以后咱们的九重丹 基本可以做到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了 而且啊 所需要的药材也会相对减少 比之剑刺消耗金晶玉叶 可是划算的太多了 那太好了 楚阳精神震灿 这里的好处都被你占尽了 咱们出去吧 看得出来 子歇将非常高兴 嗯 好 两个人携手而出 一路走出来 一路就将这个通道 无声无息的彻底堵死 杜绝后来者 再从这个通道 抵达这个空间的可能 从此以后 知道这个九星聚气之所的 就只有楚阳和紫邪青两个人 这里在许久许久之后 将是一个绝佳的隐秘修炼场所 到时候就可以从这里 源源不断的走出一个又一个的高手 对了 还有件事情 需要紫大姐帮忙 什么事 说吧 是这样的 楚阳将铁补添他们目前的情况 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就让所有人从这里开始出现 然后对外就声称 一直都在你这里修行练功 你看这么说可以吗 没问题 紫邪青一口就答应下来 话说你那位女皇帝我还没见过呢 倒是很想见识见识 究竟是如何的果色天香 王者之风呢 紫邪青的声音虽然很平静 丝毫不见波折 但是楚阳却分明能够感觉出 其中隐含的一股浓浓的酸味 楚阳心中一突 哎 又打翻了一个醋坛子 女人呢 无论是什么样的女人 哪怕修为如何的浑厚 境界的高深 始终还是摆脱不了女人的天性 在紫邪青充满期待的目光中 楚阳一挥手 铁补添 吴倩倩 写丹凤 忽颜奥波等一干人 呼啦啦的全都出来了 瞬间 整个落花小柱变成了娘子军团 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变成了一个男人和一堆女人 所幸这些娘子军中有好多人都是认识紫邪青的 比如 吴倩倩和紫邪青就曾经见过面 此刻突然意外重逢 却是惊喜不已 大家叽叽喳喳的在一起说话都很兴奋 楚阳预料中的那种火爆场面并没有出现 铁补添与紫邪青第一次见面 两人都对望一眼 然后两个人心中就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劲敌 但是紫邪青的雍容大气高不可攀 铁补添的王者风度从容不迫 却让两人彼此欣赏得很 心中虽然有一些酸味吧 但是却不可遏制的有一种喜欢 注意 大家现在要知道一点 那就是大家一直都在这里隐藏着 都明白吗 楚阳做了个手势 众女同时大笑 对 咱们一直在紫大姐这里避难来着 楚阳哭笑不得 但是同时面对这么多的娘子军 还真是利有未来 只好继续往外放人 随后就是猫逆逆 猫小懒 王刀 虎哥 段苍空 然后是闪电蛇 以及他们的属下 一下子三四十号人放出来 落花小柱 瞬间就人声鼎沸 喧闹得比菜市场更深 在交代了一下眼前形势 以及注意事项之后 众人也就都明白了现在的处境 细细地盘算了一下众人修为 楚阳也不禁吓了一跳 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资本 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是如此的雄厚了 这批人中修为最高的 自然就是虎哥老人家 人家虎哥现在已经是圣人终极强者 游在楚阳子邪庭之上 然后则是闪电蛇等人 他们三人原本只得圣级巅峰水准 但现在却已经提升到了天人终极 还有段苍空 他目前也达到天人终极层次 不过要说进步最恐怖的 却是王刀 他现在也晋升到了天人初级 而且余力未尽 相信假以时日必然还有突破余地 至于修行极限 却不在他而在楚阳 楚阳晋升的越高 他能晋升的空间也就越大 这么算起来 就算不算劫难神魂 楚阳这边已经有了三位圣人 如果加上孟乌芽的话 那就应该是四位 而天人级高手 连白宇晨等人算上 已经不少于三十位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圣级修为 最弱的乃是几个女子 但即便是最弱的梅夫人 目前也已经到了天机巅峰 足以应付一般的情况 这么强大的阵容 几乎已经可以媲美一个超级门派 而且还得是在九中天阙 排名前十的那种 纵然比起红尘如梦宣 以及天剑蒙这样的老牌子 顶级超级门派 综合实力还有相当遥远的差距 但若是比起八九十那几个门派实力 那绝对是不慌多嚷 甚至游有过止 而这个班底最难得的地方 就是每个人都对楚阳格外崇拜 等于是已经形成一支 脱不垮打不烂的铁军 这个班底 楚阳从开始组建 一直到成就如今的气象 前后一共只用了短短的半年多时间 如今看着目前绝对可以算得上 是鼎盛的辉煌气象 回想起来当真是恍如一梦 这半年时间里经历的诸多事情 若是让楚阳当真重新经历一次 楚阳只怕是宁死也不愿意 其中多少艰难 实在让人不想再度重温 第1855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